好,我們說說這個優質睡眠如何 當然,其實沒有一個很荒謬的標準 但我覺得最好的答案是 當妳睡一覺後,第二天起床的時候會有飽足的感覺 覺得都頗精神把門 不會頭重腳香 不會溫溫 已經算是頗好 你說是否真的可以 別人說的叫做安樂醒呢 那就可以 要清楚是安樂醒 因為安樂醒是可以去調教的 因為每一個人睡覺的時間長短是很不一 有些人可能七個小時 有些人可能十秒七個半小時 或者八個小時 或者六個小時 或者更長更短 但其實是可以去尋找的 可以去慢慢去玩 譬如 我今晚十一點睡 我睡到第二天 剛剛五點半起床之後 就整個人全天都很精神 那就是說 在這個時間內 我們就睡六個半小時後就夠 那就是說 你可以教晚上十二點睡 睡到第二天 就變成六點半就起床 那這個就是你最好 但如果當你貪心 睡多半個小時 或者按下去 那個鬧鐘都還沒響 我不用自己起床 就是你再睡多半個小時 你就整天都會溫暖 噢 那我可能是這種 是嗎 可能 你可以慢慢去尋找 當然是要退早些時間去尋找 譬如你甚至會找一天早到十點睡 然後你發現到 原來我四點五點我就醒了 將來看回醒了 你醒了之後 你是不是全天都會有精神 其實那個全天的精神 你真的可以維持到十幾二十個小時 都是整天都很精神飽滿的 不是說沒有任何的哭露打 但是比起你那些所謂 鬧鐘起 千方百計師起床 然後連刷牙的時候都會 躲在眼睛那種 其實那種感覺又會耗到整天 有些人會好一點 下午後會再精神一點 但是一到四五點又回來了 我想應該我睡多了半個小時 我試過有一陣子 每一天都睡七個小時 但我平時睡八個小時 甚至乎八個小時左右 但有一陣子我連續是七個小時 這樣很神奇 雖然起床那一刻就睡 但是我發覺全天都不睡 然後又每晚都有應酬 要上課 然後去到我再睡覺的時候 已經是一點了 就是我一點睡 八點鐘起床 大概 好精神 那個節律是來自 剛剛好自己本身 我們有生理始終 如果你相信的時候 其實都不用相信 因為科學已經說 我們每一個時間 習慣了那個時間起床 我們就要自動彈起床 就算放假也要彈起床 但我們為什麼要故意這樣調教呢 因為在睡覺的過程裡面 其實我們有幾個層次 有清澈 有淺睡 有深睡 還有有沉睡 如果我們剛剛經過這個 這麼漂亮的 period 我們可以在淺 它會回頭 清醒 淺睡 深睡 還有沉睡 過多一會兒之後 就會由沉睡 變回深睡 深睡 深睡變回淺睡 然後醒醒 你如果經過這麼漂亮的 period 然後醒醒 你整天都很精神 但如果你剛剛在淺睡 深睡或者沉睡 醒醒你自己 你就會整天都很精神 尤其你剛剛在最低的位置 沉睡 叫醒你 你會全天個人 我這樣保證你 一定全天都很精神 那個人甚至都會很猛 那要到第二天再睡醒 才能搞正常 慢慢去調教 你自己去找 去 春夏秋風都會改變你這個節律 但其實都幾行常 幾穩定 我自己 我就是一個睡 大約六個小時 六個小時三個字的人 六個小時三個字 你計得這麼清楚 我會整天個人都很精神 是藉由個人開朗 還有 我都覺得這件事很需要 因為它很影響我的情緒 會令到我去處理很多事情 都會很不同的感覺 除了睡就睡得早些 容易睡著 這句話說出來就知道很難 又醒的時候又安樂醒 還有 做夢做得多都是不好的 是嗎 我們每一晚平均 如果用八個小時來睡覺 我們會做四至五個夢 這個一定是必然會出現 有些人會說 不是我忘記了那些夢 其實你是踏入了一個金質的睡眠裡面 你真的睡得很軟 有些人 慘一點的 睡得很淺 剛才說過幾個層次 如果整晚都在淺水的狀態裡面 你的夢會記得很清楚 甚至乎 早上第一個巴士經過 你就知道 誰第一個起床 你就知道 剛才有人做過什麼 整個世界經過 你都很清楚 因為你全天都在一個很淺層的狀態裡面 你睡得不夠軟 我們會說 其實這個是一個 不要 不僅 裡面其實你的防禦機制 都可能挺強 你想想 如果我們在荒郊野嶺裡面 你很難會睡得軟的 你一定會有一個很淺水的狀態 但是為什麼你回到家的時候 你睡在自己的床上 你都會出現一個很淺水的狀態呢 其實你的生活已經顯示著這個訊號 就是說 你最近的生活真的有很多很不妥的東西 Wait a second 什麼叫防禦機制 這個是一個保護的機制 如果我們在深山野嶺 當然睡得不好 可能會有大雨 可能會有蛇蟲鼠鼻 可能會有老虎獅子 這個就是很簡單我們會說的 防禦機制 但是在床上 自己的房間都睡不好 就因為 因為防禦機制都很強 可能你日後的生活真的太過 簡單地說是紮礦 平時的生活紮礦 紮得太多 紮到睡覺都還在紮礦 你包容了很多東西 例如一個例子 你日後你要 最簡單 現在打工就這樣 放了工就要OT 但是OT的過程裡面 其實你又沒有收入 但是你還要做 你在逼得自己太緊 然後晚上你睡到床上 其實你是很想睡 但是你日後用了這個方法 跟你自己溝通的時候 你晚上想平時下來 是很難很難的 裡面經常都會有一種 很難宣洩的抑鬱在裡面 就是很難宣洩的抑鬱在裡面 就是很難宣洩的抑鬱 就是很難宣洩的抑鬱 很難宣洩的抑鬱 不如這樣說 剛才說在荒山野嶺 那裡很宣洩的抑鬱 但是你也將自己本身 一些你不喜歡的抑鬱 帶回到床上床 很難再去睡覺 防禦機制就在啟動 第二件事就是 我剛才不是說一個叫老乳節律 是 你日後用那套Pattern 那套組合去生活 你晚上睡上床的時候 只要你的身體一靜止不動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腦是更加活躍的 因為我們 我想我是這種 不是應該每一個人都是 OK 好像令到你突然間很不特別 不好意思 是啊 我以為我很unique OK 我們的身體完全靜止的時候 我們裡面有磁場 有電 因為我們的身體不再動 那些微電量全部上去腦裡 做過一些科學的測試 看一個人的體感 那個體溫 當我們睡到床上的時候 很多地方都還有粉紅色 但是慢慢睡著睡著的時候 那些身體會出現淺藍 甚至深藍 就是因為冰凍了 降溫 是的 降溫 但是反而照著腦之後 很有趣 它會越來越粉紅 越來越紅 越來越紅 就是因為那些電量上去 其實令到腦更活躍 這個百分之百本來是一件好事 來的 因為我們在用磁面色的說法裡面 我們入面 入口裡面有很多未滿足的東西 未處理的東西 要去搞的東西 在這一刻裡面其實我們可以處理到 但是多數呢 在生物的物理學裡面來講 就算動物都會做夢 其實我們會在夢裡面去做處理 但是很可惜的原因就是 你的身體都入睡不到 你就算是做夢 其實那些夢呢 我們會說 那些不是在處理著的夢 那些我們會說 在一個淺層的意識狀態裡面 還在混亂著 在想處理 和不處理之間的掙扎 可能會說得比較深入或者複雜 但是 這個是我首先 我必須要知道的 我和你做分析就是 我們在一個 太過強迫性的生活裡面之後 晚上你想安頓下來睡下來 裡面的腦子 其實有一點點不肯理你 會這樣的嗎? 是啊 那我們怎樣可以 睡得好一點 所以 所以 這個就是 我不知道錯誤的 我想到 在前幾年裡面的鑽研 發現到 可以 用我們剛才分析的腦子 要知道的方法就是 我們的腦子 和我們耳 或者我們身邊某些地方 我們永遠不會休止的 我們耳就算睡著了 都會不停地聽到東西的 OK 大家來試一個 只有一個問題 我們會不聽東西的 那我們的腦 既然會不停地想 我們不如可以去想一些 比較我們認為喜歡的東西 那最重要就是 我們沒有偏離主軸化身 就是我們睡到床 只有一個想法的人 就是想睡 我們就不停地想一些 關於想睡的東西 和睡有關聯的東西 慢慢循序漸進地 將自己帶回去 一個可以睡覺的狀態 我曾經有個師傅 有一個高人教我 他就說 深刻我發覺對我 是不走不通的 他就說 如果你睡不著的話 就不要浪費時間 那你就在睡覺的時候 做meditation 那怎樣呢 就找一些我想找的人聊天 譬如說 我叫耶穌來聊天 或者我叫佛陀來聊天 或者我叫佛陀來聊天 或者我叫… 你可以聊八個小時 那就是糟了 例如假設 譬如我那天遇到一些 工作性的問題 譬如假設我是做傳媒 我做電視的 誰可以幫到我呢 那我就 鄭玉玲 或者王維基 在我半生半歲的時候 就找他們來聊天 就說 我現在有這件事 你們會怎樣看 然後我用這個方法 就真的逆招了 為什麼呢 更活躍一點 因為有些猛人來聊天 然後我就 去聊天 問事問事 然後嘗試聽我們說話 是不行的 他的家在家都很好 他找你一個你心目中的高我 去幫幫你 是啊 但這個真的進入了 meditation的狀態 你會… 除非… 其實他可能再加強一點 這個說法會好得多 因為在你剛剛說的 你動用著念 但是你的意那個方面 你沒有用到 意念意念 意是什麼呢 就是你整個身體 你在那裡 你在那裡動作你自己 OK 好像現在 Esta你坐在那裡 其實你的腳會慢慢出現 有一種意的狀態 是什麼呢 立刻會越來越沉重 嗯 越來越沉重 但是過多一會之後 它會慢慢變輕 但是你要有那個意去比 你要變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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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講這個念 我們一會再可以 在這裡再講一些 所以再過多一會之後 你可以令你雙腳 簡直沒有感覺的存在都可以 哦 是啊 是啊 然後慢慢移動到整個身體 都不存在的時候 這個就是一個我們說的 好的meditation 你的念可以在裡面 玩到天花紅紅都可以 但是你的意 就是一定要讓它完全地休息 我說的完全地休息 就是休息到你覺得 身體不存在 你就可以真的讓你的身體 進入一種補充的狀態 這個需要一個 來小一點的meditation 或者其實 冥肯大師就是在做這件事 你以為他正在睡 其實他沒有睡 但是你以為他沒有睡 但是他的身體又正在睡 這個就是他們最高的原因 這些是那些偷懶人就會這樣說 你為什麼要睡 我不是在睡 我只不過在這裡打坐 是的 他們真的如果做到那個地步 因為他們可以甚至去到那個地步 就是控制身體在一刻裡面 去回以前平時睡覺 要做的功能的事情 可能補充甲藏線索 分別一些好的荷爾蒙 增加自己的身體代謝 他們真的意在不停地做 但是念又去其他地方 可能不知道會不會太有功 太遠了 我們說一些近一點 比較我們觀眾可以用到的東西 比如說你做了這麼久 其實你做過什麼個案很有趣 例如失眠 又失眠 那個主因是什麼 你又用什麼方法來幫助你的病人 如果最有趣的就是 我一向的做法 都是一次就要收三次錢 對 我聽過你說的 對 OK 有一次有個年輕人 給了三次錢 然後我就 我多數做三年來很喜歡做上院 那次更加引證了上院 百分之百人對 好 然後大家坐在這 好像聽到大家坐在這 聊天 然後過了一會 我多數都一定會進去他的房間 去看一看 奉紙進人間房間 對 其實你說得對 我也想到女生的人 像龜房一樣 對 然後進去大事發表偉論一番 當然進去看的時候 看到那張床之後 其實有點呆呆的 因為那張床是單人床來的 是他媽媽買給他的 連一張電腦也買給他 至於那位來光顧我那位年輕人 其實他已經32歲了 即是那張床睡了32年 那張電腦也睡了32年 我用手按一按摸的時候 真的薄到 即是未知張紙 但真的已經睡到薄了 甚至乎連枕頭也睡了很多年 那我就隨便跟他說 生了菌 我說我不跟你做催眠 我真的什麼都不跟你做 我說你這個禮拜 我教你少少做整心的冥想 進去睡覺 即是很輕行的 但你就要付少少錢去換 換床了 換枕頭 那為什麼覺得那次特別好笑呢 就是一個禮拜之後 我再去打給他 因為他不找我 那我說 我們夠日子要做治療 那因為 其實給了三支錢 我就是最多長時間 兩個月 即是過了兩個月之後 我說你過了兩個月之後 你找我不理你了 即是當說笑其實也會的 不是呀我睡到了 我說睡到了 你叫我換完東西我睡到了 我說 哦 我說是呀 我說但有兩次 他說不是呀你不用來了 我睡到了 我說那你需要不去做其他事情 他說不用了 你不用來了 他說 他就收了我的錢 那麼行嗎 是的 在Whatsapp上 變成我會知道 其實 我們大家在這個位置 可能真的要多看一點點 但是也有些是過龍的 我做了一些客人 是說一年換九個枕頭又有 越買越貴越買越貴越貴又有 但其實原來最後影響他 不是那個 枕頭的質素 對不是枕頭的質素 是他自己本身生活的習慣 生活的習慣其實挺影響我們的睡覺 當然啦 包含了很多 其實我想這些很普通 你去上YouTube也好 或者Google也好 你上很多你都會找得到 譬如叫你不要喝咖啡 不要做很多 淋睡前那三個小時 不要做運動 甚至乎 淋睡前那幾兩小時 不要喝那麼多水 其實我選擇三個小時 都不要喝水 但是淋睡前那半小時 就喝50cc的水 或者最多都是100cc 那剛剛好將你 淋睡前三個小時 不要喝水 但是淋睡前那一刻 就喝50cc 那半個小時 50到100cc的水 就剛剛好 就把你淋睡前膀胱裡的尿 都帶出來 那你那一晚就會睡得好很多 就不用忍住泡尿 即是淋睡前才去廁所 因為我接過有些個案很錯的 淋睡前飲成 一公升有水的又多 他們看過一些資訊碼 淋睡前飲多些水 就會補水 皮膚漂亮的那些女性 但其實就整晚去三四次次水 對哪裏可以的 有些會弱些 在這個資訊裏面 但如果你說一公升的話 你過不了天光 一定是去幾次廁所 去幾次廁所了 在很多文獻上面都有寫 變成我會長一點 三個小時後都沒問題 但這件事 放在過了50歲的老人 就要注意些 因為那些血的濃度比較稠 變成我都會建議 過了50歲之後 淋睡前 大約喝100至150cc的水 會比較對身體有熱 原來去廁所這樣 最好50cc 就分開半個小時後半個小時 這樣喝 就變成在過半小時前 你會喝了50 55 即是喝了三次50cc的水 不要完全不喝水 因為血年紀大了 濃度濃了 變成對身體的血液循環 會不會那麼好 那還有什麼提示 給我們睡得不好的觀眾 其實有很多 譬如舉一個例 你可以嘗試去開三機 但我講的意義 就是千萬不要開到聽到 剛剛開到好臉 聽到和聽不到之間 那就最好了 對了 要有一點點 如果你說開收音機 開到聽到和聽不到之間 或者音樂 聽到和聽不到之間 那就是說不要開電視 不要開電視 而你不可能開電視很大聲 然後你開的心機 除非你真的告訴我 你開電視睡得著 那你就開了 因為現在已經好了 以前電視的輻射很厲害 現在已經有LCD或者LE 已經是好了 那 因為有些聲音陪著我 我們睡覺其實是好的 如果你想 現在最大 可以說的 Youtube 可以 Youtube這樣算 你會去找一些 叫做白噪音的聲音 白噪音 對 白噪音 一開始停止 我的腦想 那既然我不可以停止 他想 那我就不斷想一些 睡覺的圖畫 睡覺的動物 無神神的貓仔 狗仔 那真的對我來說很合理 然後那一開始就 我自己也睡了 因為他啟動了一個 我認為現在在這幾年裡 覺得到最重要的是 原來睡覺之前我們是有儀式的 而這個儀式會一直都會幫助到你去關於入面 年輕人的儀式 老人也有老人的儀式 那我們要說一下這個 睡覺的儀式 如果啟動得儀式漂亮的話 他會很大機會幫助我們去入面 那我自己就 都幾特別的 我自己經歷過一個 我不知道是我媽媽給我們是甚麼 因為我自己有個小朋友 八歲 我小時候 經常幫我兒子洗澡的時候 我就會在洗手間裡 一路跟他洗澡 我一路合眼分釣魚 我簡直是令 我 我常常知道在我們講英文的ancher 我們中文叫心療 我不知道誰下過這麼強的儀式的心療 只要一關於 可能是媽媽以前跟我洗澡的時候 下過那些心療 我好辛苦 我就忍眼睡 忍到 直流 到最後我 我看到太太你不要去洗澡 我頂不住 其實太太就叫我縮骨 不跟兒子洗澡 但其實不是 我試過跟兒子洗澡眼涼的時候 我兒子已經洗得自己洗澡晚水 我去洗澡晚水 睡著了 很快兩三分鐘之內 整個人 眼睡得不得了 那隻 好像一個浪一個浪 這樣淹過來 萬事萬事 是每次跟兒子洗澡的時候 我就會黑眼睡 好了 我想說多一點 不過我們又有時間了 我們又休息一會 然後回來再繼續聊 好 OK OK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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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